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心事台 今天我们很开心 我们有一位敬人 李可伦医生 我叫老神经科专科医生 谢谢 李医生 我高兴 谢谢 谢谢 给我们解释一下 究竟我们只要有耳鼻咒专科 又有腐科专科 疑科专科 老神经专科是怎样的 其实老神经专科主要处理一些脑和神经线相关的疾病 譬如可能大家听过 可能脑部疾病 包括一些中风的情况 柏金顺症 或者脑退化症 就是认知障碍症的情况 神经线的毛病 可以是神经线的病变 或者是所谓的运动神经萎缩的毛病 主要是影响到脑的细胞 和整个神经系统的病为主要 我们神经线整餐都有 其实如果我们说神经 或者我们的脑神经 或者我们任何一条神经受伤 会是有什么病 即是有什么病 我们会见得到的 如果在脑内受伤 就看看影响什么范围 其实脑是一个很大的器官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脑细胞 譬如我们受伤的地方 影响一些语言的区域 说话方面可能不流利 不流畅 理解语言方面的能力降低 如果影响我们运动神经区域 可能会导致相关 例如一边身会无力 或者知觉会觉得麻痹 神经线受伤也是 因为身体的神经线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看看影响到哪个位置 不同的神经线 可能控制我们不同肌肉组织 可能有些会导致我们手脚会无力 有些会影响到某个位置 例如我们拉着手会不够力 有些会推出来不够力 看看哪条神经线 便从而判断受伤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惯常这些神经受伤 我们一般类民 我们不认识的大众 会导致这些是什么疾病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例如说说神经线 可能是一些运动性的创伤 或者是意外症 有时会有些炎症 有些人我们秘速神经 有些发炎 神经线会有些发炎的现象 甚至有些糖尿病 大家听过糖尿病 有些比较普遍内分泌科的疾病 糖尿病会影响一些小的血管病发症 会影响神经线病变 这些都是很多不同的原因 会导致神经线影响 最近亦有些新闻 有些明星说一边面不能移动 或者是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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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面移动不了 所谓所谓的面痰 其实原因是脑干第七条神经线出现毛病 有些炎症现象 导致一边面移动不了 很多时候如果影响了脑干第七条神经线 导致面痰 整个面来说 运动上下半部都会受影响 黑了眼睛就会不够力 我们可能叫病人 戳起的眼眉 上面的火车轨的纹理会少了 以起拍牙的时候 面的苦纹会不得称 很多时候我们要从而判断 这个情况是一个中风问题 还是一个神经线问题 再处理 原来中风和神经线问题是两个问题 先讲讲神经线问题 我们知道弄傷手指弄傷脚指 你不处理会发炎 其实神经发炎是什么概念 或者为什么会发炎 其实神经线就像一个比喻 好像一个电线 中间有道体 外面有一阵保护膜 神经线也是一样 其实里面有道体 外面有一阵保护膜 很多时候发炎的原因 就是有些不同的病症 到外面那阵保护膜 退脱了 退脱了会有什么问题 好像流电 神经的信号会减慢 从而令到有些相关神经线问题 包括武力 或者突然有麻痹 有病人注射完疫苗 或者伤风感冒之后 有病人引致可能的病发症 叫吉巴士综合症 其实之前有些明星 四肢可能突然会无力 在感冒之后 或者注射完疫苗 突然四肢无力 麻痹 很多时候的情况 会由脚一直蔓延上去 由下蔓延上去 可能最初是脚没有麻痹 开始没力 到后期可能连走也走不到 我们自己都处理的病人 严重到可能 根本四肢都动弹不能 甚至乎要住在心肢治疗部 需要插口 用呼吸机呼吸 直接给他一些药 可能有些病人 需要用一些所谓球蛋白 调节的免疫系统 让病人慢慢生回 外面那阵保护膜 慢慢才可以康复过来 有时的过程需要 一个月至三个月不等 刚才所说 原来是有些疾病 疾病引起的 所以保护膜没有了 但这就是发炎 这也是其中一种 我们曾经炎症的一种 可以这么说 是因为藥物敏感 还是会不会自然 主要是免疫系统失调的情况 OK 那会产生这样 免疫系统失调又没有原因 很多时候是有些原因 诱发了他 例如感冒之后 因为身体体抗力 会做一些抗体 有时攻击病毒的时候 亦会做一些抗体 攻击神经线 导致一些炎症的现象 另外可能注射疫苗 有时疫苗 令到我们的免疫 有一个反应 可能有时候反应过大 便会出现病发症的情况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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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